要说好声音历史上发展最好的学生无疑是周深 看看现在的周深 不仅人气极高还经常参加各种综艺热门 和其他早就消失的好声音同学相比 简直不要太好 说到这里 周深参加好声音第三季的时候并不顺利 虽然他在盲选中三番五次加入纳英队 但在第一轮的对评中 也就是8中16的比赛中输给了对手李维 最终止步于英十六强和中国六十四强 显然这种成就并不辉煌 重要的是要知道很多分数比较高的学生都失去了消息 更别说是全国六十四强了 然而与其他学生不同的是 中国六十四强之一的周深 只是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好声音第三季结束后 周深也积累了一些人气 因为他独特的嗓音和超凡的唱功 很快被博乐赏识 成为综艺节目和单曲 大鱼让他成名 进而开辟了他全新的音乐之路 如今周深已经成为华语乐坛新生代歌手的领军人物 也成为今年创造营的导师 算上这么多好声音的学生 有多少人做过热门选秀综艺节目的导师 似乎除了周深 没有第二个了 看到这儿 肯定有人想知道周深现在这么热 当初打败周深的李维 现在发展的怎么样了 其实不用我说 大家应该都知道 李维的发展肯定不好 因为我们在网上几乎没有看到他的消息 我特意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李维这几年的活动轨迹 发现他一共出了四张音乐专辑 最接近的一张 其实是2010年发行的善男信女 也就是他参加好声音前几年出的专辑 所以好声音之后 他没有出专辑 连一张都没有 他的活动轨迹在2016年结束 也就是他参加好声音的第二年 资料显示 他在2016年参加了央视春晚 但光这句话 并没有表明他参演了什么节目 所以李维应该和很多人一起参加春晚的 在春晚中 他明显不显眼 所以他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概括 另外网上关于李维的消息不多 可以看出曾经战胜周深的李维 现在发展得并不好 与周深的成功相去甚远 说到这儿 李维温暖细腻的歌声依旧很迷人 然而好声音之后 他的音乐之路并没有打开 所以现状堪忧 从周深和李维的现状可以看出 一个歌手想在华语乐坛站稳脚跟 更多的努力还要靠自己 在某种程度上 一场比赛的输赢起不了多大作用 先不谈李维 看看好声音总冠军的数量 现在也没有消息 周深在令人心动的offer中的表现 刷新了无数网友对这个男生的认知 他的正能量和三观 在无形当中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粉丝 备受观众的喜爱 第三季终于在万众期待中开始录制 之后很快登上微博热搜 大家表示终于又有新综艺可以追了 周深戴着少管我口罩现身 令人心动的offer三首录现场 一身白T加粉紫色西装裤 状态看起来又活泼又兴奋 居然真的把少管我做成了口号 是周深的操作没错了 不少网友称 除了周深应该没有人在口罩上写 少管我 一瞬间竟想get同款 可以给个机会吗 没过多久又有一份新的首录路透掉落 周深一身紫色西装套装 与毛布衣同时显身录制现场 两个人一边走路一边交谈 十分潜意 周深在好友毛布衣身边显得格外的灵巧可爱 这对好朋友之前的几次默契合作 令人印象深刻 在这个节目中 又会产生什么神奇的化学反应呢 互动时应该会可可爱爱的互怼起来吗 回顾第二季 周深和萨贝宁老师的互动 贡献了不少名场面 也输出了很多金句 据了解 第三季是将聚焦全新医疗行业 很适合曾经有过学医经历的周深了 想必感触会更深 周深会发出什么样的思想火花呢 期待他在新一季的表现